大家看到這個Chanel的卡通人口手錶 在市場面掛起一個暴風 大家都很喜歡這一類型的手錶 現在有Chanel的加持大家都覺得 前衛潮流 但現在看回在90年代末期至2000年初 Jero Jander也用了和迪士尼合作出了一系列的手錶 我都介紹了很多 大家看到他用了18K黃金的殼 一個背舞面 這是一個Donald Duck Baseball的卡通圖像 看到旁邊打磨 或者K繩都有Jero Jander的手錶的特色 現在這些手錶當然在市場面已經瘋狂 每一次我在Instagram買出來 都會有很多外國人說 你快點買給我吧 你開一個價錢吧 在香港始終都不是大成氣候 但其實在國際市場 他已經入了一些收藏級的作品 這個Jumping Hour的模式 實在是很獨特的 黃金更加少見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隻 其實它原組出的尺寸是34mm 後面加大了36mm 其實分別不大 因為它的錶面是一樣尺寸 邊緣也是薄的 所以看下去比它實際更大 好,多謝大家